4月30日,由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海市体育总会、上海体育学院和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上海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专题报告会在中国乒乓球博物馆召开 乒乓外交亲历者和关注中美关系的专家学者、相关政府人士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中美民间地方交流合作新机遇 此时的中国乒乓球博物馆里,140余幅档案照片、60余件藏品以及80多分钟视频素材正在展出 观看这个名为上海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主题展 参观者们会立刻被带回50年前那个载入史册的春天,在历史的回眸中获得对未来的启迪 美中关系全国武艺 美中博物园会副会长白丽娟通过视频呼吁中美继续保持民间人文交流 白丽娟的职业生涯见证了中美关系史上许多精彩篇章 包括1972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旅美之行 在她看来,两国科学家、艺术家、运动员们已经在很多领域进行了合作 使双方在多方面受益 两国学生的交往也给双方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我认为今天我们必须持续持人的朋友 因为他们非常重要 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沙海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乒乓外交的成功经验对当前的中美关系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时至今日,中美两国依然需要民间层面的互动 其实这个民间啊,这个还是有蕴藏着很大的推动中美这个友好的这样一种积极性热情 那么这个乒乓外交其实是反映了中美友好 它是有很强的、很宽广和深厚的民意基础 为什么呢?因为中美友好 这个其实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 因此我觉得当年的这个活动在今天仍然有它的现实 尽管现在中美关系面临阻力和波折 但专家学者谋认为 应发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传统 力求形成合作第一、竞争为二的良好合作氛围 他们都坚信 只要走出华盛顿 维护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依然存在 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期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